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非凡大探索 我是刘祝华 平常吃多了大鱼大肉 今天我们要带您换换口味 来点健康没有负担的蔬食料理 今天的非凡大探索 我们要为您介绍 低油 低盐 而且吃得出食材 天然原味的创意蔬食 首先 素的泰国料理你有吃过吗 位于在台北市仁爱路二段的这家餐厅 颠覆了传统素食比较清淡的印象 每一道料理都加入泰国三宝 香茅 南疆 以及柠檬叶 做出泰式的风味 这道招牌菜叫做猴菇三杯 用的可是素食界山珍海味之称的猴头菇 吃起来的料理软嫩的口感跟鸡肉相当像 所以很多人往往吃完之后才知道 刚刚吃的原来是一道素食啊 挑着淡淡柠檬香的辣味柠檬鱼 用豆皮取代鱼肉 相似度百分百 酸甜辣滋味 越吃越开胃 还有外皮酥脆的泰式椒马鸡 把面肠当鸡肉 依然软嫩有嚼劲 一点也不输鸡肉的口感 以及咸香豆味的炭味沙爹 一口咬下超级juicy 吃完才惊觉原来是杏鲍菇做的 让吃过的客人都眼睛为之一亮 这家位在仁岸路二段的泰国餐厅 老板娘说当初开餐厅 是因为吃不惯清淡无味的素菜 我上次几岁的时候呢 也算是一个短期输家 然后那时候在佛寺我也就吃素嘛 就觉得这个素真的是很淡很无味 那泰式我本身呢 我就喜欢吃这个酸酸甜甜辣辣的东西 那刚好就这样子来结合 这个泰式的这个素食餐厅 为了做出道地的泰式料理 店内所有的菜色都可以看到 泰国三宝 南疆 柠檬叶 香茅的踪影 还有素食界的山珍美味猴头菇 我们餐厅都用猴菇 还有这个泰国的三宝 就南疆 柠檬叶 鱼香茅这三宝 那最重要是用猴菇跟杏鲍菇去入菜 那猴菇呢最主要它的特色就是说 它有很好的大白质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 还有一个磷啊 钙啊 铁啊 铁啊 这些呢都很能够帮助消化 然后降低档库存 用泰国三宝取代传统葱姜蒜 做出酸香辣滋味的猴菇三杯 用栗子取代蒜头的嗆辣 更增添猴头菇的鲜甜 多层次的风味 连美食作家废奇都赞不绝口 我觉得吃猴头菇很好 因为猴头菇在素食界 它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 叫植物界的三针 所以吃起来你会觉得很贵气 然后你根本不觉得是在吃 我们讲的菇迅类 它就像在吃像你讲的鸡肉 甚至于可能是更高端的 像吃鲍鱼那种口感很类似 所以这个味道是 我想一般的人是都很容易可以接受的 另外菜名非常有年结气息的 宫保祥笼 用的是深海藻类海龙头 冒着阵阵白烟 香气缭绕 海龙头富含丰富的胶质 吃来有鱸肉般的口感 软Q又爽口 跟猴头菇必念为植物界的山珍海味呢 吃起来的口感脆脆的 又像海带 又像这个海藻类 又像海带 所以这个口感其实是 反多层次的利用 尤其它把它炒成辣的口味 其实是吃起来是 特别让你觉得没有盘夹的感觉 口感很特别的好 特别的充足 它的Q度真的很像锅肉 然后让你吃起来就会觉得 一口煎着一口就会一直吃一直吃这样 但随着盐奶香气 猴头菇吸附了咖喱 香浓又够味 有如鸡肉般软嫩的口感 让人根本无法联想到嘴里正在咀嚼的是 猴头菇呢 还有呈现金字塔造型的凤梨炒饭 咖喱包覆着每一粒米饭 配着凤梨的酸甜 很有南洋异国风味 在南非旅居十多年的黄师傅 曾经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贴身浴厨 他可是餐厅里的灵魂人物 跟老板娘偶然结缘 发现对素食餐饮有共同的理念 因此决定新手合作 这个刚开始 其实我也没有 完全没有吃过它的菜 然后就很奇怪 我就找这个店 刚开始从八十坪 一百坪一百三都不满意 结果一早找了这两百坪了 就两百坪 我还没有吃过它的菜 就这样开了 然后就笑我这个洋大胆 就很大胆地就开了这个店 但也不错啦 被朋友称为洋大胆的老板娘 如今成就这间餐厅 除了靠它的胆量 移生在厨房里的黄师傅 也功不可没 他们一同花心思 打造出不一样的素食料理 就是希望能吸引更多人 加入吃素的行列